你如果看新闻可能会感觉到潮河危机一触即发 原子弹在平壤和洛杉矶爆炸对股市无疑是致命打击 但这是你选择清仓的正确动机吗 至少有两个原因说 请等一下 首先在面对世界大战甚至末日情景的时候 你能用什么应对措施 难道你要把股票卖了 去挖一个防核辐射的地窖吗 如果不是的话 没有必要让三胖和川普的口水战来主导你的投资决策 核战爆发 如果你还活着 有很多需要处理的事情 但投资组合肯定不是其中之一 其次 看看历史 你会发现地缘政治和军事冲突对股市的影响未必有那么大 一战期间 道琼斯虽然最初下跌了30% 但是后来不仅收复失地 还上涨了43% 希特勒入侵波兰 美国一开始 道指就跳涨了10% 整个二战期间美国股市上涨了50% 朝鲜战争的三年 道琼斯上涨了60% 就连美国最糟心的越南战争 第一年美股就上了10% 美军从西贡狼狈撤退的时候 整个股市上涨了43% 上一次全世界差点陷入核战争的古巴导弹危机持续了惊心动魄的13天 道指出乱不惊仅仅下跌了1.2% 之后的两个月又上涨了10% 不到一年后 JFK遇刺 金文总统驾崩市场第二天跳涨了4.5% 那一年一共上涨了15% 当然如果宏观经济周期本来就已经到了紧缩甚至萧条期 政治事件往往可以帮助大家集中注意力抛售股票 比如1973至1974年的全球经济萧条 期间正好碰到埃及叙利亚和里斯列的赎罪日战争 后来阿拉伯国家抵制出口石油给美国 给世界经济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两年道琼斯下跌了45% 1990年的海湾战争 911恐怖袭击 虽然道琼斯都有大幅下跌 但当时宏观经济已经进入了紧缩期 后者还发生在.com泡沫爆破之后 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 股市不是那么好吓唬的 股市的表现哪怕是短期 更别说中长期 和地缘政治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股价表现的核心是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 每天上演的新闻 特别是川普和三胖 这么有表演天赋的政治家出演 全当娱乐节目看看就行了 感谢收看忍者ATM 每周一条理财短视频 比地缘政治更重要的是经济周期 如果你想了解一下 请关注我们的账号 查阅五分钟 看懂宏观经济 请关注我们的账号